台灣是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 以前我們常說有什麼四大族群 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 那如果再加上現在人數越來越多的新住民 就變成五大族群 不過不管叫四大族群或五大族群 原住民族都是台灣真正的原來的住民 那我一直把這個原住民的文化 視為我們台灣整個文化資產的一部分來看待 有時候常在想說就像那個服裝設計 人家說要有在地化才有國際化 所以如果在我們台灣的服裝設計 把原住民的那種風味帶進去 可以讓我們在這種服裝 我們台灣設計出來的服裝在國際上會更有可見度 這是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要把原住民視為我們整個台灣文化資產的一部分 那為了推廣原住民族文化 從1996年台北市政府就要成立原住民族的事務委員會 那從2011年開始 2011年開始辦理納魯灣文化節 算到今天這個算是11年 今年我們有賽夏族、邵族、格馬蘭族、薩奇萊亞族、拉阿魯阿族 還有卡納、卡納富族 這6族作為我們活動的主題 你知道 其實在這個月的每個星期六 都有原住民的文化活動 你知道 從今天的這個運動會跟親子活動開始 你知道 那今天有6大傳統競賽項目 還有15項親子的闖關遊戲 我這樣看過去 真的現場人山人海 聽說來了 大概估計有2400人 這算是原住民的一個盛大的活動 那下個禮拜 11月14在大道神碼頭有 藝文起飛成國的發表會 然後11月21號在北投七星公園有 原住民族的碎石祭儀 然後最後一個 在11月28號 我們在青少年發展處 就說一下Y17 有這個原住民族的合唱團音樂會 發展多元文化一直是 台北市的努力的目標 所以我們陸陸續續還是會也都推動原住民的活動 你知道 包括這個提高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的獎勵金 這個現在拿到中高級認證 以前是補助五千現在改成一萬 高級認證從一萬變兩萬 那優級認證就從兩萬變三萬 這個語言還是文化的基礎 所以我們會鼓勵更多人去參加語言認證你知道 因為有辦法學習原住民的語言 才有辦法去承傳他的文化 另外我們那個長青樂活計畫 培訓了40名的音法志工你知道 去跟我們的小朋友 不管是在幼稚園小學甚至在社區 去跟市民傳承原住民族的文化內涵 那我們現在還是有一個原住民族的合唱團 這從1996年成立 因為我們在思考的時候 凱達格蘭文化館 北原會館跟原民風會館 如何讓它更有效力的運作 來服務大家 這是我們短期內還要再去做一個項目 最後 我們要感謝今天來參加運動會的各位 祝今天運動會順利成功 謝謝大家 住民族 flex